袁世凯两个儿子 大哥袁克定 二弟袁克文 袁克文是一个风流倜傥文人默客 我需要你气定神仙 重点是要突出忧郁和贵族 老师替我们想了很多 很符合我们的个性 猛回头转身抱着他 私自抱着 所有的忧郁在这给我演完他 对 这是一个很要脸的 黄青贵族再穷 那个发得有 看见哈 孙伟老师不光是选衣服 在排练的时候那些走位呢 都会非常的细心地跟我们说 说实话所有人 杨利宏的最单是昌龙 为什么感觉我压力比你大 你有什么脆子压力 我从来没有演过忧郁的角色 如果这一次不挑战我一辈子 不能说一辈子 可能这未来十年之内 不会有人找我演这个忧郁的贵族吗 哎我妈 我为什么一开始这种排练我就快有点紧张呢 别忘了中间有些团 因为咱们这个片段有点短 尽量能撑撑长一点 别别别不要点了 我想我想太多就乱了 怎么了东北块怎么说 咋的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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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边是你假的呢 哈哈哈哈 这边你干啥呢 假的呢 干啥呢 过而已啊 再整一条 哈哈哈哈 再整一条 再整一条给我再整一条 现在我们定决考核永章啊 我们先期待第一组 朱志玲组 帮他配戏的是赵天宇 加油啊兄弟 好好演戏啊 他俩的感情建立挺好呀 演技派演员考核 朱志玲一次 原世凯的大儿子袁克定 将继承的家产挥霍殆尽 生活困顿不堪 经常连饭都吃不起 这一天 他来到一家饭馆门口 打烊了 乖人 参见袁大人 你认识我 跟大人回 小的袁是御膳坊的一名侍卫 在宫里曾经见过您 看瞧吧 请坐 请坐 快坐 快坐 来来来 什么风把您给刮了 我这是 蓬毙生辉啊 小店 你们后厨还有什么吃的吗 后厨已经打烊了 今儿都没有人了 既然打烊了 明年再来吧 袁大人 小的突然想到 那个后厨有一名叫张东的小厨艺 今儿走得早 他剩下那个晚饭还没吃呢 要不您不嫌弃 您坐这儿先对付一下 也行 瞧 这给您拿去 您坐这儿先喝茶 马上给您拿来 来 来喽 大人 小的还有事想忙 您先吃吃 请不吝点赞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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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